另外来看的也是最新讯息 提到了台北县长的可能人选 民县长主席蔡英文则表示说 苏贞昌是非必要的人选之一 还说可能的人选不只是一位而已 那么最新的情形 我们听听蔡英文的最新谈话 人的人选不是只有一位 所以我们还没有到最后决定的时候 现在很多的资讯我们都有仔细的去观察 也会审慎的思考 好像有媒体报道说 但月晚公布好像对我们月儿主席选择 这并不是必然 我们的选战小组是随时都有在观测 最好的决定时间点 你自己党主席也有人选名单要交中指挥 那你交了吗 中指挥还没有要开 礼拜三才要开 那今天你人选交了吗 不需要这么早交 马上就到了 我知道 那你有没有比较属于谁啊 嗯 嗯 嗯 我 本来在考虑的名单上面的人 都还在名单上啊 嗯 谢谢 不行有陈处业积委员有自己的这样子的打算吗 那天没听过欸